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数字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证实,国内的网费会进一步调低 有关当局将在这一两个星期内公布详情 也是行动党宣传秘书的张念群 今天和行动党中委兼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宏坚 访问新周日报时表示 随着强制定价标准MSAP的落实 互联网服务收费得以降低至更便宜的价格 而在下一个阶段 马电讯也必须根据MSAP来下调他们的批发价 这样零售价也会下调 他说,目前国内90%的关线属于马电讯 很多电讯公司,包括明讯 都是租用马电讯的关线 因此该部已经要求马电讯跟其他电讯公司进行协商 张念群表示 马电讯的批发价一定要降低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其他服务供应商的零售价格下跌 换个焦点 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今天在古今访问三所小学及一所中学 并移交总额超过919万令吉的维修拨款给沙教育局 作为沙拉月160所半津贴滑小的维修拨款 他今天在古今绕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沙拉月共有192所的半津贴滑小 其中有160所滑小提交维修拨款的申请 并已经获得批准 款额达919万1941令吉 林慧英指出 沙拉月有104所的教会小学 今年有76所小学申请维修拨款 也都获得批准了 总额达406万2950令吉 他说教会学校事务是由他负责 因此他会密切关注全国教会学校的需要 林慧英将在这个星期五 走访石鲁门兴亚的阿达斯国校 并结束他这次访问沙拉月的工作行程 焦点转回沙拉月 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副部长拿都安法拉拜表示 沙拉月免费高等教育政策落实后 不只是造福沙拉月的学子而已 受惠的是全沙人民 沙拉月的就业机会也会因此增加 周遭地区的发展也会被带动起来 安华拉拜说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沙拉月学子将更倾向于 进入沙拉月的大学免费深造 而不是西马的国立大学 留在沙拉月读大学还可以省下一大笔的开销 他指出 沙政府拥有的五所大学预计一年会录取五千名的学子 而他们为了获得免费的教育会互相竞争 这是好事情 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优秀学生进入我们的大学 大学的知名度也会大大提高 质疑这项政策什么时候会落实呢 他说 提供免费高等教育一直都是沙总理的心愿 因此他的部门会深入探讨各种方案和模式 拟定大栏图提成给总理 在获得州政府的批准后才能开始落实 而总理早前曾经表示 希望能在2030年为沙拉月的学子提供免费的教育 绝合焦点 刷警察总监拿多莫哈莫阿兹曼 今天在15警察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 15警方征破破红期破坏及恐吓案件 成功逮捕四名年龄介于20到40岁的本地男子 侦破至少九宗的破红期破坏和恐吓案件 四名嫌放是罗斯里党的成员 他们是被西马大尔龙雇用 向本地欠债者催债时 破红期以进行破坏和恐吓 每完成一单工作 可以获得300令吉的酬劳 由四个人兑分 本月22号 警方在拉达路拦截一辆可疑车子 城内有三名男子 警方除了在车内搜出两罐红期及一个用来 索利班门的铁链 也找到三台手机和两张著名给欠债者 内容吹债恐吓的字条等物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